热腾腾的小吃端上桌 见风时间人潮满满 员工个个忙翻天 随着最低工资法今年上路 劳动部将在6月26号召开最低工资咨询会 召集30位委员交换意见 并在会后的一个月内上网公告初步结果 希望让劳工潜意保障更多 服务业餐饮业等等的这些行业 本国际劳工其实还是有蛮多人 他的薪资目前领的是最低工资 那可能都只能仰赖最低工资的这个调整 他们才有得到调薪的机会 对此劳政乐观其成 因为根据人力银行统计 目前光是服务业制造业跟餐饮住宿业 需求就超过76万人 提高基本薪资 有助于提高投入职场的意愿 不过商总认为 与其提高最低工资 解决缺工才是当务之急 我现在更重视的是 切工的问题 因为事实上百工百业 现在很多行业几乎都在切工 尤其服务行业 切工的数额非常的大 他提高薪资都请不到人了 何况是用基本工资 那很大的一块基本工资 事实上是在外劳这一块 外劳调高 那很多的制造业 当然相对他们就会很辛苦 商总认为提高基本薪资 恐怕社会最多的是外籍义工 还会变相加重业者的成本 政府应该优先考量如何增加劳动力 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 明新闻郑竹云胡崇恩台北报道 优先冲 证实承二世纪 实践